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中美贸易战了 对 就现在正在进行的谈判 那么应该说刘鹤副总理应该是今天到达华盛顿来继续谈 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个周日 特朗普突然宣布要对中国2000亿商品的征税 从10%到25% 其实这个事是这样 实际上在中美贸易正式谈判之前 特朗普就发出过这样的威胁 只不过说有谈判把这个事延后了 但你延后的话这个事其实对大家来讲也是比较突然 因为整个舆论都说贸易协定有望签署 两边都是这样 两边都是这样说那在这个是这个结果眼上 对 这个特朗普来这么一手你怎么看这个 首先呢其实特朗普总统这个自从在美国东西 我说是一个争议性比较大的一个总统对吧 其实他早年呢是做这个房地产的出身 最近一个最大的事他的税 对对对对 就到底他这个是怎么发家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有几本书 有一本书叫The Art of Deal 谈判的艺术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谈判中呢出手要狠 出手要重 而且呢只有一边赢没有双赢 这他一般来讲他是这么说对 而且说呢他呢我们知道上次在北韩跟金正恩谈判的时候 也是谈的谈的一拍桌就走了对吧 对对对 这个事情呢很不符合东方人的这个礼仪 对吧我们这个东方民族呢从日本啊韩国啊到中国 大家讲的不伤情面就不伤面子 当然他也没有伤我们的面子 只是他呢都在推特 因为美国所有的这个媒体呢都不知道他明天要推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是吧 等于现在美国第一大媒体就是川普总统的推特 他连推了几个对吧 就是说呢我星期五就加岁了 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最近有很多都赶在一块了 我们知道1999年5月8号南联盟这个被炸 中国的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对吧 那因为其实中国民间的情绪反美情绪还是比较重的 你看那个中国民间对美国这个从这个这个一系列的比较激进的这个情况 当然我个人觉得这次中国政府表现还比较理智 我是觉得呢中国政府肯定这么做好准备希望能谈成 谈不成也无所谓 因为谈不成也不意味着呢这所谓的2000亿美元加的就是5000亿 一共大约的是美国是出口中国1500亿 中国差不多出口美国5000亿 就等于有个3500亿呢你加不上了对吧 因为美国加到你这个2000亿美元以后呢25% 中国你再加加不上了 但是呢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题 我知道呢就是其实中国有两个有一个有利有个不利 就是说有一个不利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政府国会民间学术团体 目前对中国呢持一个很敌意的态度 这个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对吧 另外呢美国是一个三权分裂的国家 你看呢最近呢毛泽民来讲川普总统跟国会在对待中国的时候 好像川普总统口气比国会总统的口气还软一点 国会今天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嘛 2009年对吧 很硬的400多票没有反对的 只有实际票我估计赵美星可能在弃权票里边 我都没看这个东西对吧 所以亲中的你就不敢讲 另外呢川普总统的对手拜登一出来以后就说 我呢认为中国不是敌人马上媒体就反对 所以这是一个不利的地方 有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贸易战打下去以后呢 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对吧 那美国最大的不利是说呢 川普总统的一些支持的一些州 比如农业州啊 要出口的一些到中国这个大豆啊 这个美国中西部的其实川普总统的票上 农民会利益会直接受到损害 对吧 那个大豆卖不出去怎么办 肉类这个涨价怎么办 而且呢今天早上 美国的主流媒体倒比较客观 他说呢 实际上这样打贸易战以后 美国的加价的主要中国的 目前来讲是计算机零件 和一些这个电子产品 马上你会感觉到自己这个产品回归 他说他讲的很客观 Walmart Target 对吧 Best Buy 这些产品呢慢慢你会加 其实我们看到已经在涨了 只是呢这个事情呢 我们在加州呢 说句实话感觉不是太大 因为我们这个华人圈有一个自己的圈子 是吧 但是美国中心部老百姓如果拿的固定工资的话 那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说呢我觉得川普总统这次真正他那个意义 就他越狠的时候呢 你要看到他有一个也会退一步 他退了好几步了 对吧 所以我们大家把这事首先看得别那么重 我们知道现在正在谈有两种说法 一个能谈好一个谈不好 据说中国已经做好谈不好的准备了 那季节呢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现在美中这个媒体的分析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好处 我们能看到中国大陆的新闻 我们也能看到美国的新闻 而且美国媒体不太看中国的新闻 对 我注意看到欧洲几个消息 对吧 我特意看那个BBC和那个英国的那个德国那个评论 德国评论很好 他说呢 川普总统这些贸易战呢 这个手法有点叫敲打勒索 对吧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不给我我就怎么怎么着 他这个东西呢 对谁又比较有效 对他真正的盟友和利益相关人士 加拿大和墨西哥 好像都已经强压进去了 对 但是对这个 日本 有过效 可能中国也是在这个吸取这个教训 日本等于那个经济被美国搞的也是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韩国和中国可能不太有效 因为欧盟呢很奇怪 欧盟呢在这个里边呢 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一个事情 因为欧盟呢它不是一个国家 它也是一种联合对吧 对 但是欧盟呢有些重要的产品 像英国的产品啊 特别德国的汽车嘛 所以德国特别的希望中美贸易战呢能平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贸易体是一个大的全球性的东西 不是说中美贸易战这就完了 中美如果摆的不好大家都不好 对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大的picture吧 其实呢对于这个川普对于中国产品的加税这个在几个月以前大家算的都已经分析的非常到位了 就是一个呢就是说所谓的双输 但是呢可能呢这个逐渐的显现的这个长期的结果呢 那就是美国的民众呢更多的要为这个关税买单 对这个刚才你讲到就是现在目前呢只是一些这个电脑零配件比如说苹果啦等等啦 这些这个大的生产商和大的零售商 那其实这个美国农业 这农业委员会早就这个对川普发出警告 特别是这个那个中西部地区那些大豆 因为马上他们大豆和肉类 这些东西一旦加税 中国一旦反制 因为中国商务部已经很明确 就快到收割的季节了 对 中国商务部已经明确表态 就是说如果川普这个实施 就这个关税比如在这个本周五吧 对就明天嘛就是明天 对如果实施 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 对 这个是我想中国是肯定会做的 就是这个反制措施就是加税 我对中国政府这次这个措辞呢表示非常的赞赏 对吧 这个你看 其实美国呢有些话说的太直白 叫人看了以后呢觉得不可思议 对吧 对 川普推特就是我们的政策 就是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越来越慢 我们美国发展越来越快 这个事情吧 你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这么想可以 你这么说呢就有点太不 太不这个 太不文明了对吧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 拜登这个这个老先生呢 他出来以后呢 他身上还带了一些美国的真正 这美国真正文化中价值那种所谓这个人道 仁慈啊这一类的东西你还能显现出来对吧 在川普身上整个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由的时候对吧 所以没有理可讲我反正就这么做了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吧 因为这个世界风水轮流转对吧 你现在这个这么拼命打压中国 其实你反正也在打压美国 实际上大家可能最清楚的 美国在中国这个赚的钱很多都是看不着的 我们知道麦当劳在肯德基 肯德基是吧 还有很多美国这些的制造业都在中国实际上都在赚了很多钱 另外还有他说呢我们一定要每年中国要减少1000万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就顺差 这个是不可能的经济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不是因为跟中国贸易这么光是这么来的 我们知道克林顿总统在那个时候中美进入的那个WTO是吧 对对对 真正在美国没有辞职的时候就是在克林顿总统当政的时候 克林顿总统当政的时候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是零 贸易这个这个整个这个就不欠钱 什么时候美国真正有贸易逆差的时候呢 是布什的时候 小布什打仗 大家可以看一个其实网上有我也就因为我也不是学经济 但我看了解他那个图表就美国在91年伊拉克战争那个两场战争下了以后 美国那真正的就是借钱大 这也是川普总统当时也说了选总统 他说你看你们俩打仗打了把中国美国两场战争把美国打穷了 这个我们要回顾四年前 不是就三年前美国选总统川普总统讲批评那个布什总统打仗那个事情 那个时候美国才有了开始有了那个贸易的逆差 大的逆差 其实这个美国贸易 其实就是很多问题吧 都是多少年以前都探讨过研究过结论很清楚 逆差怎么来 基本上就产业结构嘛 对 就你结构不合理 就说明你国内不生产这东西 所以你要进口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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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是很基本的一 经济学基本道理是吧 基本道理 所以呢 你车总买 借买归卖 对吧 你总买 你没有我一定要从外边买 是是是是 那本地有 对 那本地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就成本高 劳动力高 所以他就 对啊 是是是 到国内生产吧 另外呢 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 也这时候有利无利 美国中国和美国目前 我们在世界还是美元经济 还是美元结算 对不对 也就是在过去美中 这个从1978年建交以来 对吧 这将近这个30年吧 88980818 40年了 40年呢 其实通过美中之间的这种 比较良性的贸易呢 给美国的老百姓 带来了一个特么大的好处 为什么呢 就是美元用比较便宜的 这个美元 用美元 就绿纸吧 对 Green Paper 换到了中国 通过中国的廉价的劳动力 造成那些比较廉价的这种商品 对吧 我们知道你在美国 这些大的商店里边 看这个衣服是比中国大陆 要便宜很多 同样的那个 Tommy的衬衫 美国30块 中国的300到400人民币 对 所以你在这一点上来讲呢 我们不要忘了就是作为一个 生在大陆的美国人 我自己真有感受 我就觉得美国这个老百姓 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内 就是因为我们挣的也不是太多 但是在美国能享受到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 吃喝拉撒碎的环境 是中国大陆给的 这个叫什么 叫感恩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 哎呦 你看这么多年 大陆这么繁荣 都是我来给你造成的 对吧 有互相帮助的结果 我们觉得呢 讨论话题 还是要人道一点讨论 不能像川普总统是 我快你慢 对吧 我生你死 这个事我觉得不对的 我觉得美国政府 这个通过一个 这不是美国的核心价值 就是你不能光是 光什么都是钱 对吧 另外呢就是说 我们大家有一定要提一提 就跟他毫无关系的 就是美国最近呢 在查川普总统的账 就是他的税 他的税呢 一直没有公开 国会就说呢 你要来 对吧 所以目前来讲呢 川普总统呢 也处在一种 比较这个交集的状态 我个人觉得他做这个 你要读过他那个书 叫什么 谈判的艺术 和这个就知道了 这也是有一种 给你一点手段看看 如果中国识破了 反而顶上 我倒觉得没 顶着再谈吧 反正川普总统一天一个变 明天加了一个星期以后 说好了 行了 我们又免了 再接着做 反正他可以做得出来 反正我觉得中美贸易战呢 肯定是一个打打 停停停停停打打 还有一个呢 也一年多了 我觉得中国政府 刚开始比较被动 刚开始没料到 这个川普总统 笑嘻嘻的 底下给你一脚 对吧 现在这个中国政府 也摸到美国的一些门道了 就是你也别轻信 摸到这个特朗普政府的门道 怎么和特朗普打交道 不是他的政府 他自己的一些门道 我相信他自己做的事 这可能底下也不太知道对吧 可能有一两个核心人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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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 所以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中美贸易战是在贸易层面上 那么在科技层面上 就是对华为的封杀 昨天5月8号 华为的前财务长孟晚舟 对 那个很久以前 在加拿大出庭 叫美女秋图 就是引渡的听证 当然这个听证 律师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主要是确定下一次出庭时间 大概是9月份吧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 就是说对于孟晚舟的引渡的 这样一个司法过程 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对 这个美加有引渡协议 对吧 美加引渡协议 就是说基本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 就是这么说吧 在美国有人犯了罪了以后 他不管在什么地方要引渡回来 其实中美没有引渡协议 但中美也有一些 通过外交的这个渠道 比如我知道罗产有一个 有一个人杀了人 杀了以后跑回中国去了 又被中国政府给放回来 这个是可能通过 甚至比引渡还快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又很快 就是阿克里亚的嘛 对吧 杀了人以后就跑回去了 这比这个引渡协议还快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我个人觉得 在这个法律外衣之内 是政治的角力 也就是加拿大政府呢 虽然说他有一个独立的法庭 但他还是有一些政治因素在里边吧 对 我的感觉呢 华为这件事从一出来 也是很大的一件事 恨不得明天就到美国了 对吧 对 你过了几个月以后发现 他这个程序很慢 对吧 也就是加拿大联邦政府 这个他毕竟还是有一个框架 就是通过一个好的律师啊 可以把这个程序放慢的 可能我个人感觉 还是加拿大在看中美之间的 这个这一段 或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 如果大家谈得不错 那加拿大政府呢 跟美国商量一下 完了也跟中国商量一下 把这事呢 就大事化粮小事化无 化无倒不可能了 或者是 私下里有一个settlement 给一笔钱啊 或答应一个条件呢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私下做成的 我们知道呢 其实有很多大国之间的博弈呢 往往不是表面上那些东西说了 看得有意思 是50年以后 或者20年以后解密以后 那个文件看得更有意思 我们活在当下呢 只能看到现在就看热闹 真正门到以后 可能要10年以后 当然是怎么回事 包括中国美国一谈判 我们到目前来讲呢 没有看那个中国 肯定是没有 美国官方文件也没有说 只是川普中心说 他们要 这个要 这个不信守诺言 而且要重新谈判 这个只是一种说法 我个人觉得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对吧 可能有一些 我的感觉 美国要中国开放金融市场 开放技术市场 就是一些中国的核心利益的东西提现 另外中国美国 我觉得 犯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错误 怎么说呢 就是不能在这个时候 把政治因素加上 因为我们知道 中美联合公报讲得很清楚 台湾是这个 台湾海峡两边 这提醒歌来的 对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而中美联合公报也讲这个歌 只存在一个中国 这么多年没有 没有越过这个线 那这次 当然了 目前不是法律 只是说 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提案 一个是众议院通过这个 决议案 对 决议案 对对 象征性的意义 但是呢 因为这个在昨天 这个在黄盛顿 台湾驻美代表处 举办了一个 就是庆祝 台北关系法 40周年 也是那个时候 招待会 对 这个呢 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一些官方 包括佩洛西等一些 重量的人物都去了 对对对 这是在40年以来 对 从来没有的 对 所以呢 中国外交部呢 这个在应该是 在昨天吧 有这么一个声明 对 对于这件事呢 表达自己的愤慨 是 但你也知道 这个美国这个线议院 是代表美国这个整个选民 选出来这么一个群体 对吧 它是 其实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看着一个风向标 就是中国呢 现在 整个这个在美国 这个议会这个形象 也是这个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 还是跟贸易战有关系 就在这一点上 美国是一个统一战线 所以中国这个各方人士 要对此 要第一 要估计到这个事 第二 要采取一些措施吧 我个人 当然我们个人认为呢 就这个东西是暂时的 中美关系这个大局 还是一直 还是维持的不错 对吧 包括Nancy Pelosi 也去过中国 对吧 也坐过中国的高铁 对吧 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呢 美国呢 对中国的这个建设 它也是能看的 也就着急啊 你看这个川普说 你看中国的机场 一天一天好几个 就美国的机场 破破烂烂 对吧 就他心里也着急 对吧 也不能说做的事呢 不是想法挺好 但是他这个做的 这种手段呢 是有的时候 真是较难以接受 对 实际上呢 就是中美关系 从贸易战开始 对 到科技 到政治层面上 对 其实都面临着一些挑战 对 叫挑战 挑战 那么其实中国呢 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布局 对 可能有一条新闻 大家不一定能注意 就是说这个 习近平主席和沙特的 这个 那个国王呢 通了个电话 对 这个事其实很有意思 而且第一条 对吧 第一条 第一条 他实际上就说呢 我们知道美国呢 把一些这个 叫邪恶周星国 把伊朗和韩国 对不起 伊朗和北朝鲜 反正加上呢 可能俄罗斯 他不叫 俄罗斯和中国 可能算的一种 这个潜在的敌对势力 对不对 对 那伊朗呢 石油是中国的 一般是大的买家 因为什么中国的 还是一个石油进口国 那伊朗一直是提供 给中国石油的 那是美国如果说 而且我们知道 有个霍尔波斯海峡 如果一旦这个 切断以后很麻烦 所以中国转向到 美国的盟国 沙特阿拉伯去买油 而且沙特的油呢 也跟美国也有矛盾 因为美国想把油价 降低一点 那沙特不希望这么低 对吧 就这个也是一种 虽然大家都是好朋友 盟友 其实美国跟沙特的 这个恩怨也比较深 我们可以找一个机会 再讲一讲 因为你看在美国 真正的恐怖分子 来的这些国家 竟是沙特的 对吧 这个事儿就这样 因为美国已经 向博斯湾 霍尔木兹海峡 派航母 派了一些军队过去 对 这个大友 现在国际社会猜测 是不是要打伊朗 这个事儿反正是我们要关注一下 另外现在打得比较厉害 以色列和哈马斯 现在打得还比较厉害 这个规模还比较大 因为从美国立任总统 好像都要打一打 另外打这个仗 能不能对川普竞选连任有帮助 这个都是在观察当中 我估计中美贸易战 还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吧 就是即使明天万一谈不成话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悲观 对吧 那毕竟打了一年多了 谈了一年多 已经有基础了 对 大家认识了 估计还往下坐一走 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事儿 还是一个 应该还会有个解决办法 好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谈到这儿 那我们继续关注中美贸易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周见